提起本田 大家的印象就会是雅各那种终端品牌 但是现在众多国产汽车的崛起 已经逐渐的危及到本田的地位了 但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的汽车大头本田 也要将制作一款亲民的汽车 也拉动消费者 这款车就是本田WRV 这款SUV的定位是比较低端的品牌 这一点从它的内部装饰就能看得出来 内部装饰完全没有任何亮点 整体看过去就是一种浓厚的塑料感 不过虽说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 但是这款车的内部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少 像ESP车身稳定系统 以及六个安全气囊全部都配备 而且中控屏屏幕也有 所以说这款车的性能对于一般家庭使用已经足够了 而作为本田家族的第一低端SUV 这款车的车型几乎都有着飞度的影子 所以这款车也被称为飞度加强版 在车身长度比飞度要长一些 虽说不是经验型 但是这款本田WRV 确实实施赛下的耐看型 对于小型的ESP来说 本田WRV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可以说这次本田做了亏本的买卖 动力上本田WRV搭载了和飞度一样的 1.25LI VTEC发动机 最大能达到115马力 匹配了五档手动CVT无极变速箱 可以说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这款车已经完全足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车的油耗极低 油耗仅四毛 并且售价才七万起 这款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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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你每次品这个车的车异